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 欧盟主席范德兰安强调欧中关系的复杂 而他在会后记者会提到和习近平提到台海问题时 他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具有至高重要性 欧洲在此区域有非常清楚的利益 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 而对于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应该透过对话解决 而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 习近平在回复范德兰安时展现十分强硬的态度 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 那是痴心妄想 只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